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 魏无羡看在眼里 知道蓝望鸡对那松果感了兴趣 便上前弯腰把松果捡了起来 里面还有松子呢 他笑着拿到蓝望鸡面前 蓝望鸡接过松果拿在手里看着 继续往前走 一路有不少落下的松果 蓝望鸡一停下 魏无羡就知道要捡了 只是他怀中有一定金字 每次弯腰的时候都紧紧的捂着胸口 生怕他的身家掉下来了 来回几次之后 蓝望鸡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周围着眉头 心想着 难道这太监怕走光 怕胸口捂这么紧 一个太监 怕皇帝看到他走光 想想都好扯啊 蓝望鸡在宫中这么多年 没听过这搞笑的事 不过又一起 不对啊 现在大冬天的 穿那么厚 能走什么光 你胸口怎么了 在魏无羡又一次紧紧捂住胸口弯腰时 蓝望鸡实在忍不住了 问道 啊 魏无羡心中一惊 难道皇上又发现了 不会吧 想到那店已经被自己暖热的金字 魏无羡心中就极大的不舍啊 他情急之下想出了个理由 急忙到 回皇上 奴才没有什么 就是从小流浪 经常食不果腹 有时候找到点食物怕别人强 就经常下意识地厚着胸口那里 奴才刚才捡松果的时候 又想到了以前捡东西吃的日子 就 就不自觉地去捂胸口 呃 蓝望鸡没想到会是这样 轻嗨了一下道 捡很多了 不捡了 嘘 吓死了 魏无羡心里想着 脸上却笑着说道 没事皇上喜欢的话 奴才还可以接着捡的 就是那个习惯成了条件反射 得慢慢地改 蓝望鸡出了口气 把手口的松果又扔回到前面的松树下面 道 你哪里人 我小时候在怡林 应该是那里的吧 魏无羡道 你家乡吃不饱饭的人多吗 蓝望鸡又问 魏无羡脑子飞快地转着 他问这什么意思啊 是要去放凉就灾吗 还是怕自己皇上当的太失败了 自己的子民都吃不饱饭 想了一下 魏无羡笑着道 这个要看年份 有时候天气旱老什么的影响 庄稼收成了人就多 收成少了讨饭的就少 像我这样的 也不是很多 蓝望鸡听完 脸色平淡 转身向养心殿走去 魏无羡也不知道他满不满意 小心地跟着 回到养心殿 幻职的太监已经在殿内等着 魏无羡便先回去了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这一天过得 真是累 他倒在床上神经一放松 一下子也不想动了 第二天魏无羡起得很早 他下午的职 上午可以找机会出去把金子存上了 放在身上 太不安全了 一晚上手都按着胸口 唯恐他掉下来了 已经很久没出宫了 就攒着机会重要的时候用的 现在终于用上了 魏无羡从小的好鞋这下也派上了用场 以前 别人吃饱饭就在一起玩的时候 他抱着捡来的书看 不会认的字 就会主动步路上看起来像书生的行人 这样几年下来 他也使得不少字 至少能找到钱庄没问题 从钱庄换来一张存根揣进怀里 魏无羡顿时感觉轻松多了 时间还早 身上还有些零钱没存 他想着在皇城逛逛 没想到刚走没多远 以前跟他墙底盘逃犯的家伙认出了他 快看 那不是魏无羡吗 魏无羡听到声音抬头望去 竟然是之前欺负他的那些家伙 不知道他们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还是怎的 也跑到了皇城 只是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 身份不能暴露 他装作不认识 赶紧掉头就走 他们几个小乞丐已经变成了大乞丐 跑步也快 很快就把魏无羡围住了 哎 魏无羡 别走啊 穿这身衣服 看起来混得不错啊 领头乞丐头儿沉默说道 后面马上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真不错 他们纷纷伸出脏手 去扯魏无羡的衣服 走开 这里是皇城 魏无羡大声呵斥道 哟当几天太监就拽起来了 这声音咋还变红亮了呢 你应该这样说才对 沉默尖着嗓子 捏着人兰花指 巧手弄姿地喊了几句 引在他们又是一阵哄笑 魏无羡气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可是 他们五六个 虽然乞丐吃饭不准十八 个头也都不小了 一滴五肯定也是不行的 最终还是没有轮出去那只手 哟还想动手呢 当了太监 真把这儿当成你的地盘了 另一个乞丐道 让开 我要回去了 魏无羡强忍着气说道 咱们好歹也是曾经一起逃过饭的伙伴 不要一个人吃毒食嘛 既然你发财了 那就给哥儿几个点钱再走呗 沉默说道 怀里是还有几两碎银子 可魏无羡不想给他们 想想他们曾经对自己的欺负就要欺诈 怎么可能还给他们银子 那他们尝到了甜头 以后岂不是就蹲在宫门口守着他了 他还能出宫吗 我没钱 你们快放手 要不 我要喊了 这里可是皇城 魏无羡硬气的说道 皇城怎么了 皇城是你开的 沉默道 皇城不是他开的 你们现在这样胁迫人 已经犯了法际 突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几个人同时朝那边望去 原来是蓝尘颜 魏无羡一看到他脸上立马浮现了笑容 他刚想喊殿下 看他今天穿的休闲普通 似刻以为之 便叫了生蓝公子 那同个小乞丐把他上下打量一番 看他虽衣着普通 却气质不凡 沉默也收敛了一些 道 你是谁 我是谁你们没资格知道 把他放了 蓝尘颜道 你说放就放啊 有个小乞丐道 蓝尘颜也懒得跟他们啰嗦了 朝身后的两名侍卫使了个颜色 那两名侍卫大步上前几掌 把他们几个都推开了 把魏无羡拉了出来 或许是感受到侍卫的力度 几个人都不敢动了 魏无羡被拉到蓝尘颜的身边 跟着他离开了 老大 就这样让这小子走了吗 一名小弟道 那人不知道什么来头 普通人怎么会认识太监 定是宫内之人 我们刚来 小心为妙 沉默道 老大到底还是比他们想的到位 几个人都不吭声啊 蓝公子 谢谢你啊 走出一段距离 魏无羡道 人来人往的 他也不敢行大礼 像同龄人一样跟蓝尘颜沟通着 不屑 难怪他们会围住你 你今天看起来就像很有钱的样子 蓝尘颜道 啊 不 不是吧 我一穷人 能有什么钱 魏无羡急忙说道 心想着 难道自己脸上写着的了钉金字 封面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